原始点医学完整版 脑中风、癫痫及心脏骤停等 脑中风发作会口眼歪斜 偏汤无力 癫痫则咬牙切齿 抽搐有力 两者皆由头部体伤所致 但脑中风若陷入昏迷 且呼吸急促 则属命危 因抢救困难 需做最坏打算 心脏骤停 则手脸或有变化 且一定昏迷不能表达 常见情况 或心脏病发 自述胸闷胸痛而倒下 或手舞胸口 脸部微变而倒下 或面无表情 全身贪软而倒下 凡此种种 多由上背部体伤所致 此即不同于脑中风或清醒或昏迷 也不同于脑中风口眼歪斜 与癫痫手脸抽搐扭曲变形 其欲后 有因热能上足而自己苏醒 而自己苏醒或被救醒 亦有因热能瞬间耗尽而抢救无效 人死不能复生 这是常识 也是真理 既然如此 促导者 经检查 已无心跳呼吸 而被宣判死亡 在此情形下 为什么还要进行抢救 又为什么 还有人 奇迹般的复活 唯一能解释的是 譬如 死灰复燃 必有余热 人死复生 其力亦然 事故心脏骤停之生死 细乎热能 而非心跳或呼吸之有物 而这样的推论 也完全符合原始点医学 有热能则生 无热能则亡的观点 由于热能可反映在脸色 所以从果推阴 通过观察促导者 脸部变化 就能帮助我们 快速做出判断 一极面有血色 教义救治 反之 面无光则 比如 脸色蜡黄 发青 苍白等 则较难救治 急救 手要是保命 鉴于心脏骤停 会瞬间夺取人命 故面对促导之症 除非其意识清醒 还能表达 或出现口眼弯斜 手脸抽搐 扭曲变形 否则最安全的做法是 只要昏迷 接先就地 立刻按推上背部原始点 约两到三分钟 若有改善 应以外内热源温支 若按推无法立即改善 再按推头部原始点 约两到三分钟 若有改善 应以外内热源温支 若按推头部 仍无法立即获得改善 则此促导之症 是由头部与上背部 之患处体伤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连按推疾病起源的 总开关都不能立刻见效 则恐回天法术 需做最坏打算 不过生死势大 此时仍应观察患者 脸部变化 若面有血色 或许尚存一线生机 应以外热源温支 若面无光泽 则更可判定热能耗尽 大限一致 由于原始点的压痛点 有深有浅 所以在抢救分秒必争的情况下 按推力道必须加重 一次到位直至深层 如此才能快速解症 救醒后 为了加速修复体伤 及巩固疗效 不仅要以外内热源温支 还要保持室内温暖舒适 安静整洁 及空气流通 在临床上 有症状就有体伤 但有体伤 却未必有症状 由此观之 不论是治疑病或治胃病 皆应从体伤位置下手 由于胃病既表示 无法通过观察症状 便体伤位置 也表示体力正常 热能上足 所以在诊疗上 不仅要按推原始点的 一条脊椎及七处 以找出代表体伤位置的压痛点 还要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举例来说 为防范心脏骤停 脑中风 癫痫 乃至呼吸困难 老人痴呆等 可在上背部 或头部原始点位置 找出压痛点按推 配合外热源温支 如此才能快速解除 他处体伤 使疾病消弭于无形 从而达到 治胃病的目的 压痛点解除后 为了巩固疗效 以防体伤复发 可在日常生活中 加强投进或上背的运动 一人为伴 一名为师 永远不停步 永远不停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